Chanel on the Building Chanel miss the dawn of a new fragrance Chanel Miss Dior by Christian Dior Alice 阿康 後香港小店網場日記 快快快快快 Chanel 回來不知道第幾集後香港小店網場日記 我覺得是第四季 我連第四季都不記得了 有第四季 什麼第幾集 第四季第二集 還未到第四季 還未到第四季 其實是第三季 冷靜點 第三季 我雖然就開 但未開 消失的一季 不知道第二集就算了 第二季我都忘記了 但是 我們就很開心 今集除了我和阿康之外 就有薯仔和Shirley Yeah 為什麼會叫他們來呢 為什麼呢 任務就是 講八卦 即是要講些八卦的事 好 首先我講了這個 有哪一集不是講八卦的事 我不准你這樣講 我每一集都很正經 很正經的八卦的事 我去分析八卦或者分析別人的Bitchy 其實我沒有什麼 我們是要針對這個客戶的分析 然後再拿重點以後才可以買 先罵她 拿完她的錢 不是 傻子 絕對不是這樣 傻型 那當然想怎樣 我會剩一百元給她坐的士 真的厚度 很有厚度 傻型 坐的士都坐得多遠 對呀一百元真的坐得很遠 可以過海 緊緊過完海 剛剛過完過海 立即下車行 一出洪水即下車 還要不要塞車 OK 我要講回這個貴傘周記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我一會兒先說 正式講我們的題目 雖然說是講一些很Bitchy的事 話說我上兩個星期 就回組 我們幾個同事 回組 當眼睛少了 就第一個客人衝進來 這麼快? 開門的 是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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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什麼 要什麼 給錢 放下你的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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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go on 只剩下你的帳 只剩下你的帳 那一個客人進來 一個是 其實他應該是住 新加坡的大陸人 講普通話 喜歡他講普通話 經常有大陸人進來 但以大陸人來說 土豪Baby? 他的樣子都是土豪Baby 但不是那些大陸人 都說可以 進來後突然指著 三十多萬隻錶 不是 是三十多萬隻錶 過要 這麼快嗎? 一個正常的同事 先生你馬上他的眼睛 先眼神 一個正常的同事 很開心馬上跟他開單 作為一個經驗老到的老師 開始是 心想 這麼大隻甲 從來都不會隨街跳 更加不會跳到我面前 不是沒有 但事實上 作為一個 我們很清楚男士買東西 就不會撒眼嬌 叫 好美啊 沒有這樣 如果你看到是這樣的 你就要尊重他的性取向 知道嗎? 不可以欺負人 這麼老實 為什麼你這麼直接 不可以這樣 我們要尊重他 給他花錢 我沒有尊重過 我們要尊重別人 花錢是義務的 沒有緊要的 他走進來就要花錢 然後他突然指著 那隻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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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是 很明顯買給女士 那隻錶是女士 就是女士的錶 但那隻錶 正常一個女士 即使肯給那三十多萬出來 都未必買過那隻錶 那隻錶 那隻錶是錶界的不加索 你知道 那隻錶比較曲高傲寡 那隻錶 是啊 所以有些人才會欣賞到 真的有鮮氣 那隻錶 我感覺到 鮮氣 我感覺到很久了 他只是等著一些人來寵恨他 他真的是等著一個皇上寵恨他 那就是那個 The one 然後我就看到 神早流流搞這些 然後我就很心問 其實我真的可以開單 那一刻 我開單真的沒有人知道 他連開完單 走了都沒有人知道 可以 因為他真的很快 他直接給我卡 你確定說我是人 他真的給我卡 你確定他有腳 我感覺到那張卡是真實的 那我就心想 但是世界上又不是這樣 我心想 這一隻錶 應該是有同事付出了一些努力 我心裡想 你沒理由一個男人 可以這樣指著這隻錶 那我就問他一句 我就說 先生 是不是之前來看過的 那我先生說 是呀是呀 其實我昨晚來看過的 那我心想 你真的肯定是有人付出過 雖然我們不是一個私勇 我現在的公司 不是私勇的地方 但是也是人吃人的時代 所以 其實大大話 三十幾晚真的很想頂他 是 但我保存一點良心 的確有 小娘的良心 對 小娘的良心 那良心不知值多少錢 但也有的 那我就問同事 知道他昨晚上班 是誰的同事 誰的同事 你知道是誰跟的嗎 我很聰明 我問同事的時候 知道誰的同事看過這隻錶嗎 我沒有說他買 很危險 因為如果你說買 對方的同事可能會困你 我的 是呀 他回來嗎 昨天你有沒有上班 不是 那個同事真的有上班 因為我沒有上班 最慘的 我沒有證實是否是他 那他說算 那我就唯有跟他 說了 是否有同事看過這隻錶 跟過這個客人 那我的同事就問 是呀 那是誰的 那是誰的 那是另一個同事 那於是 為何會知道是他 那同事說了真實的話 那我就說好 我開給他 那 然後 一馬開給他 那他就說 好啊 他一回答我 就說好 開給他 那我看到對面的同事的神識 認中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那隻錶多錢 那隻不加索 那隻不加索 那隻錶也鬆得很大 那我就想說 那同事也忍不住走過來跟我說 他很用多種語言去暗示我 其實可以自己舔掉他 他說 Alice 其實是你銷售嗎 我說其實我真的一句都沒有銷售過 其實他只是走進來 他走進去 他只是指了一下 I'm the one 就是這樣而已 I'm the only one 我說 我來拿貨 我當時真的忍不住 其實我現在有少少給這個同事聽 我少少的 我就說 算了 我說如果到我自己花了 可能不知道多久 其實你這隻不加索的錶 真的說半個小時 我說如果到最後 是我去花時間 去銷售那隻錶 但到頭來那隻錶 給第二天人只買了 我會留住 我會在這裏跳下去 也好 不然這裏只有二樓 雖然這裏只有二樓 雖然這裏只有一樓跳不到些什麼 只要跳到機鐵站 最多 你講到這麼直接 IFC不行 那你想一下 你跳到什麼 但問題我都會傷害 很痛 雖然那筆錢不是直接到我那裏 我就說算了 如果我是同事 我會怎樣想 我已經打算開單 但這裏叫 不能說現纖維 現纖維是一些不好的東西 有心有好報 你知道嗎 立即突然跟我說 其實我還有東西買 我打算跟她買單 我打算真的跟她買單 卡片上樓下去 那是一個婆婆 不是 男人 那些要扶婆婆過馬路的朋友 對 有扶婆過馬路的朋友 然後她就突然跟我說 其實我真的有東西想買 她又兜了一會 我不是問她想買什麼 然後她又指著另一隻錶 她說這隻我想送給我女兒 那一隻不是有鮮氣的 那一隻沒有鮮氣 那一隻沒有鮮氣 有啦 但是鮮氣是薄弱一點的 鮮氣值比較低 那一隻鮮氣真的比較低 但也不是一般水平 你想知道一隻錶有多少鮮氣 你看那櫃子就知道 如果整個櫃裡面只有她一隻 她的鮮氣簡直上了天堂 即是看看她的鮮有多少同伴 你剛才那隻就是放在櫃子中間 正宗 正宗 那一隻對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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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我覺得黃之華真的說得很好 所有的東西都是給出來的 你肥不肥 或者瘦不瘦 都是看波子和原子 錶都是一樣的 如果旁邊有很多同伴 其實那些是朋友 勁極有個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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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旁邊是沒有人 沒有的就直播 那個勁極有點出事 那個勁極有點出事 所以便會 所以便會 真的開到十幾萬 突然間他十幾萬都要了 那十幾萬就是 是我的 沒有的 所以我去銷售他 所以便會是我的 那我就一一完結了 最好笑的 張單整形是我的 我本身呢 想去便便的 即早上 想去廁所的時候 你知道神早 大家打工仔都知道 神早流流很容易 沒錯 因為喝了水之後就差不多了 不知道 去廁所 很常常的 其實我本身是去廁所 誰知道我來那個同事去了 所以我主公說 一來四月不能去 我說好 他先急一會 好 接著就遇到那一刻了 所以我後面 我真的結束了張單 你有沒有回去 多謝同事 你去廁所 我結束了張單 然後你知道嗎 我問那個同事的時候 那個同事都說 誰真的要多謝你 他真的不是 他自己很感慨 他真的不是每一個同事都會給人 那我就去廁所了 那我做那麼多年事 很少被自己感動到 那感覺很少 你自己一年做那麼多 我常常以為自己的良心 已經不去廁所了 那麼多阿婆過馬路 那我就心想 我自己突然坐在廁所 真的坐在廁所的時候 突然想 思考人生 你知道去廁所這些 一定是思考人生 除了你真的要變變之外 其實大部分都是思考人生 在廁所裡面 那我就突然想 原來我自己也覺得 我自己也挺開心的 正常三十多萬 哪個巡返槍不舔 不是說什麼 舔了都不知道 但心想 唉 又是 原來我自己也未埋沒了良心 還有那點良心 原來那點良心也值十多萬 那點良心也值十多萬 十多萬 十多萬 那點良心也值十多萬 原來自己也未去到道德的解釋 未去到合眼睛 對他開單的地步 後來我記得 我告訴同事 他們傳出來 同事也感覺到自己 因為他沒什麼人看過 那隻不加索 不是說什麼 那我仙氣這麼大 你也不敢觸碰他 然後他走過來 說 好多謝你 然後他也說 不是那麼多人會這樣做 我就說 算了 我自己也想回頭 可能我也要這樣一天 這個時候不是假裝瀟灑嗎 我有想過 但 我有想過 要去假裝瀟灑 隨便吧 那些 我有想過 我有第一句就是 那是你的 我第一句就這樣說 誰知道他再跟我說 大家因為做了那麼多年事 有時候明白 對你好不是必然 他就說 我真的沒有想過 別人會打給我 因為那個客人還在指著 他沒有說 後來我問完那個同事 男同事來的 就是真的賣給他那個 我問了一個女同事的資訊 得到訊息 我就問那個客人 是不是高高的一個男子 戴眼鏡 這樣跟他說 他認識你的標 頭髮不知怎樣的質型 那客人說 其實客人從來沒有拿去 那客人從來沒有拿來 你說有卡片 就有憑有句 沒有卡片 就只是看同事的良心 他掩著良心 三十多萬 你給了我也掩 其實可以 你給了我也掩 但我心想 那一刻 其實沒有意思 你掩著良心一次 你就掩第二次 所以這個是 有些人真的長期掩著良心 這個世界 真的很多 那些是連良心都不存在 需要掩著 不是 存在的掩著 我相信人知初善本善 有些已經沒有了 可能也看不到 所以現在引出了我 我今個禮拜 今集想說的 就是 你在工作環境的大小bitch 我第一次決定說男人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男人 很少bitch 那個bitch的機會率是沒有女生那麼厲害的 雖然我本身是一個女士 但我都覺得女人的bitch比較多 他比較似善 說真的 因為男士目標圍盤多些 其實不去到利益 不去到利益關頭 男士就很少好bitch 我始終覺得女士 經過長久的教育 尤其是女校那些 我必須要說 這樣的時候 那你不關事 是關你的 我倒轉 因為女校是覺得 我習慣了bitch 我接受了這件事 我為什麼會說bitch 是因為 其實大家以為男士很專注上班 或者有些有路 其實男士在VTL中的男士 是稀有生物來的 看你做什麼牌子 你做男裝就沒得說 但通常也有很多帥哥 這樣 唉 看你哪間 可能我的幸運就不在這方面 真的 不在顏值上 不是同事和客人 客人都沒有 客人都是討好朋友 客人都是討好朋友 客人看河包 不是看外貌 其實在貿易調轉 你其貌不讓 但你走進一間女性品牌 你肯幫人搬一下東西 跟人家說笑 吹水 哇 男神 這些是否叫豬奶便 總之 就會突然變成男神 等同一個女生走進去理科 這是不是就業推介 工程那些 就業推介 如果你覺得自己 等一下 我想說 但是在Retail 男士們真的切的一件事 矮 矮 嘩 你怎麼這麼說 這個真的 每個女同事都高跟鞋 那當然 平底 當然 你說是否真的 每個都去到高跟鞋 但是 香港的女生的確是偏矮的 即不高 即不高 所以有時候拿東西的時候 好坦白說 其實她明明自己拿到 你試試 在一個全女性的世界裏面 其實我們爬高爬低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其實三樓都拿到 三樓都是這樣拿的 其實我以前的毛巾都是這樣拿的 幫人幫的時候 就會突然看到蜘蛛盒的出現 蜘蛛盒是女人 主要是女蜘蛛盒 對 女蜘蛛盒 女超人 什麼都出了 神奇女盒 這些很常常 很常常 自己出一雙D.C.出來 最好是天堂島 但是 一堆Amazon 開門的 整堆人 你對 你如果是全女人的世界 打開瘡 就看到你在後空翻 就看到蜘蛛盒 我就說男性其實是稀有動物 所以 例如我以前的公司 即使 例如說 我現在正式銷售的同事 可能五十幾個 其實只有十個男性 你說是不是很多 其實就是一跌到 雙位數字 雙位數字是幸運的 但當然 其實你認真看上去 那種顏味顏茶的感覺 我真的覺得 對 他不是女人 你只能跟他說 我覺得 你可以拿回這些標誌 來請女人 我感覺到 去到這樣 我是感覺到的 但是你問我 我是認真想 反過來 如果經理問我 想請男人還是女人 想請男人 我是舉腳贊成請男人 那不是這樣煩嗎 對 我告訴你 男人真的令整個工作環境好一點 對 已經很多女人 還請女人 有一個最麻煩的事情就是 全部都是女人的時候 一個男人 那個男人想死 很煩 那個男人就慘了 那個男人很快不做 那個男人真的很快不做 我現在的環境就是這樣 隨便放兩條老屁股去死 不是 就是充滿老屁股 你第一件事就是拿三支香 然後去拜那個男人 你怕冷你熬久一點 對不起 現在那個男人非常如如得水 所以我覺得 應該有把嘴 是啊 他真的有把嘴 人夠搞定老屁股的原因 只有一把嘴 就是我今天穿得很漂亮 不是 他們是我覺得 其實穿穿穿穿不穿穿 OK 就是 無論他們穿什麼都是 YES YES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他不會有任何回應材料 YES 在這個環境裡面 只會出三種男女 一 就是圍圍落落 完全就是這個 第二 因為是藝男神 他覺得自己是男神 覺得自己很受歡迎 很帥 覺得自己很帥 很帥 全部人都要跪拜 他不會在意別人對他 對 他全都是拜到他的西裝褲之下 第三 奴隸 只會出這三個奴隸 並 並 並不是並 他根本是茶水送貨 拿東西 再兼心理輔導專員 還有那些 還有那些 還有一件事 沙包 不是 其實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什麼呢 就是衝了那麼多位女性同事之間 潤滑劑 他一瞬之間 只只要擁有 不是 如果他自己會做 他是可以站立的 反過來 如果那個男人 你剛才說的情況 就是一堆女人 一個男人 如果他能夠懂得做潤滑劑 他是會贏的 他是贏的 但是反過來 如果你不懂得做這件事 那你就糟糕了 人肉沙巴肯定不用說 跟你說話 一定會打幾下 不用想 我真的見過很多女同事 梅拉七 因為我做銀行 經常都見倉同事 眼看女同事 拿到東西也好 拿不到東西也好 聊天也好 是要打一個男人三下 最少 砰砰砰三下 我心想 其實 很痛 很痛 我心想 其實我不覺得你這樣而嬌俏了 這位女士 但不要緊 其實男士在店鋪裡很重要 當女性們銷售客銷售到穩陣 或者是 都不想心悅目 不需要想心悅目 其實 我經常都很推薦男士進去VTR做 是的 我很推薦 只要你肯 那張嘴巴挖過油就可以了 你總之差得好 我之前也說過 你總之拋身說下去 我真的覺得你的腳很長 隨便你肯說就可以了 你撿回她 我對望的地方的男人 我屌 我屌 不用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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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像到對著老屁股 你要說這一句 你越老屁股 要越誇張 你不要以為 我告訴你 越年輕 她未必會接受你的 為什麼呢 因為她自信 走開吧 一定是這樣 十多二十歲 三十歲過後的女士 不是歧視 我自己也是 三十歲過後 是受哄的 肯定是 有例外的 你不要遇上我 你遇上我 我會比較麻煩 但要這樣說 因為你 你年輕的時候 是會 的確多些機會 聽到 這些恭維的說話 有可能是 你到三十後 就開始越來越聽得少 物以罕為貴 所以能夠聽到他們很高興 很開心 真的 我明白 同一句說話 你女人跟男人說 真的差很遠 我想說女人說幾句 她會覺得你囂張她 是啊 所以為什麼有些男同事 經常被我 去服侍太太客 我感覺到我太太 開始有什麼事 誰你走下去 很棒的 她站兩個圈 然後整件事情 你不用說什麼 你說回我剛才說的 就行了 你說回我剛才說的 小姐我覺得你真的很親愛 我試過一次 為什麼我這麼說 其實我這集不是特別想說 男人去怎樣哄女人 不算 有一次 一個同事 很久以前 也不是很久以前 一個女性的品牌 是百貨公司 其中有一條裙子 那一個女士 就覺得 貴 覺得貴 也是貴的 一條背心裙 都幾萬元 我心想 雖然是說房 雖然做得很漂亮 但幾萬元 就是 普通款 對面那位女士 穿的那位女士 其實不是給不起錢的 是給得起 有特的 她的轉介分開五分一 都可以給出來 五分一 五分一 她的轉介現在不大 而她本人也會有仙氣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OK 他本人也會有仙氣 你見到她的手袋 手袋是被仙氣飄韻出來的 但是她都感覺到了 是嘗試 她穿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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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不是太過分 但她有點肉 有點肉 少許微半 我不可以説過 像不瘦 這也真的不是瘦 看是拿家人來比 如果跟陳衛林比 就是胖 如果跟新公司比 也很瘦 你的要求跟小Club 有沒有那麼大 不可以太窄的 然後她就開始埋怨 我同事就銷了一會 我再走過去加兩句 我就說你穿得不錯 我看到客人還是想走 走出更衣室上 大鑊 我立刻叫我同事Steven走過去 Steven是那些大隻仔 為什麼叫Steve那些都中的 都不是的 我都認識一個Steven是矮仔 你是不是說我們台語一個 我們台語一個 對不起 我真的想說 不是 沒有這樣的事 我是想到是 Steve Traver和Steve Rogers 你想太多 太遠去飛去外國 近一點回香港回香港 總之 我們那位同事Steven 他不是很帥仔 高大 高真的很重要 還要大隻 有一點點大隻 因為他自己在這裡操開 很難得在銷售這一行 有操大不是雞 很難的 通常操開都是雞 很有機會 你隨便走到店舖 你見到大隻 你不要相信他 他看著你拋眉老眼 他就當你閨密 你不用想 真心 我現在走到去 他探索所有大隻子 都覺得他是雞 是不是有雞 雞 沒有感覺到 他是難得地 不是雞 他真的有女朋友 不知道會不會在那裡 所有一段會生 我不知道 我沒有問的 你以為是煙霧彈 隨便吧 我不管了 但我馬上叫Steven Steven 走過去 你走到阿太太 你不可以這麼暗 握個兒子 握個兒子 不可以的 尤其上了年紀的女士 她有點戒心 你不可以握個兒子 我們請同事服 一定是 誰幫我拿東西過來 借地圓 借地圓 Steven拿杯水來 這個是暗號 Steven拿杯水來 其實不是真的叫他拿杯水 當然你真的要拿水 你真的要拿著杯水 是拿你的人過來 我拿你過來 再拿香檳 是拿你過來人過來 所以通常這個都是我的暗語 是水啊Steven過來 其實這個意思是 Steven是從事的方法 Steven你拿杯水過來 然後她叫什麼 Alice 那是誰的客人呢 我前面這位 然後走過來 小姐 先喝杯水 我認識她會說 當然 當做了十次之後 你覺得她做過 她沒有感覺 沒什麼感覺 沒有感覺 我的Steven同事 後來已經經常跟我說 我感覺到你當我知客 不是 是你做知客 他做 我只是馬虎而已 為什麼你這樣想 我是覺得你的服務 有保證 才會見你走過去 對嗎 你可不可以不要這麼假 你真是很坦白 然後她跟我說 做薄荷沒有那麼多錢 然後她跟我說 你又來嗎 是的 然後我說 Steven先放下杯水 然後Steven就開始 我跟她說 假裝裝裝裝的肌肉 小姐我覺得你穿得挺漂亮 但我認為 但小姐在價錢上 有點問題 我覺得呢 是呀 是呀 但如果我看到女士 穿這款衣服 我覺得很漂亮 我覺得她有點好 搞定收工 我看到小姐 沒有張卡 搞定收工 完勝 等一下 我幫你收錢 立刻夾手倫 馬上夾那張卡 客人馬上給我一張卡 就可以了 你們有沒有叫Steven做一些after-sale service 有的 我試過一次 有個客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 從來沒見過 是一條帽子 看來Steven也不是一個賤賤仔 賤賤仔這部分就不是他 第二個Steven就是賤賤仔 我認識你一個Steven就是賤賤仔 怎樣賤賤仔呢 就是他會明知道那些阿太是甩他 就整個天推給他 怎樣為之叫推給他 我們做盜易有道 做賊的我們是做賊的 偷什麼就是偷你錢包的錢 我們不會真的偷你的錢 只是偷你的錢買東西 但是你不會 我們所謂的盜易有道 就是有時候我們會真的 去買你適合的東西給你的 盡量到 但是有些位置 譬如你沒有貨 我選擇旁邊的一隻 但是差不多的 不會太過分的 他就是那個人仔夠薑 明明兩萬元一隻袋 推到六萬出來 你銷售到 其實是你厲害 但是你這樣就叫做 女兒一頸血 即是他由兩萬東西袋 變成六萬東西袋 他會無端說兩萬那隻 明明是有貨 說兩萬那隻沒有六萬那隻 不過這些時候 你一定會買下去 但那個 會有不買的 但你有兩次博多一次都賺了 你明白嗎 他開頭一定哄你入局的 你明白嗎 他好像傳銷 或者現在騙美容院那些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好像走到 即是他又會 經常跟阿太吃飯 然後吃完飯 人家的阿太可能明明想 走進監裏看看才又買 即是又會上網 哇 這個是牛郎 很明顯 他又真的沒有 據我所知 水箱來的那些 那當然沒有 但他是半油 是呀 我見過他 我覺得真的見過他 是被人家叫住他 你有沒有叫他 考慮一下轉另一個行業 我跟他說 其實你可以買其他東西 藍色 我沒有這麼說 其實不用說你賣樓 你這個都可以 你這個同一個pattern 你那個product 重要嗎 你的product是不重要的 你的technic 那個東西套下去才是重要的 這個是另外一個 我們說回那個steven 那個steven 我試過另一個case 另一個case 我試過一個女士 年輕一點 他二十多歲 已經見到分三十幾個 他對方是富二代 但那位富二代是粗粗的 即是富二代是明媛進來 是的 他的名媛進來 所以富二代沒有進來 他就說 我真的沒見過 一條高褲子 那些鯊 那些金湖 高褲子 其實人家的底是一塊皮 其實你怎麼會爛 是不會爛的 一塊皮 其實很爛 但是它是皮加毛 它是等同別人剪開那種爛 我心想 哇 那塊東西怎麼會爛 怎麼會爛 他擋子彈 一定是 他說原來他老公操底 剪爛了它 那我不明白為什麼要剪它 其實那隻狼也是死得很慘 你可以剪其他東西 我們這樣剪個手袋 他是狐狸 我真的試過聽客人說 拿回 我現在這個品牌的手袋 我試過有個客人走過來跟我說 他老公 又是生氣上 找一個剪刀戒他的手袋 戒等這些朋友 是啊 這是另一件事 不過那次他進來 就想問我們有沒有弄 我真的沒有弄 不好意思 我和你縫完之後 都有一條痕 都不是這樣 我說沒有可能弄到 基本上 那我就說 你不要這樣跟客人說 不好意思 真的弄不到 其實是我們的經驗來講 我們的經驗來講 其實就不是真的經驗 你一年有多可 或者一世人有多可 看到那條鞋被剪開 基本上你見到一條絲鞋 你不會問他 可不可以有一塊 是啊 你不會這樣問 但那隻Fox又慘 很慘 死兩次 死兩次 我都感覺到他死兩次 然後他就 可能又被老公 剛剛說完 他就開始發我們脾氣了 好啊 都沒有要求你們換貨 這是什麼質素 一剪就爛 一剪就爛 我真的心想 有什麼不是剪 一剪就爛 不如我試剪一下你 看看爛不爛 然後就罵了一大陣 但你不可以罵 即是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我又不可以罵他 但我真的有跟他說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會不會介意告訴我 其實是怎樣造成的 他有美美道來 但罵著我這樣說 即是要躲我 即是躲我老公 現在就這樣這樣這樣 那我就會生氣了 那我告訴你 我不理的了 我現在就要補開Foxy 我要跟那些姊妹 叉叉叉叉叉 但現在就明白你是不開心 好了 同一句說話 我就說 小姐我都明白你的感受 我說我真的很明白 如果我是你 我都會不開心 你以為你是一個女人 她是一個女人 你死了 你以為你是一個女人 她是一個女人 她應該會明白你 不是 不是 剛剛 之前聽過那些service理論 你對著一些aggressive的人 千萬不要跟他說 我明白你 但是你明不明白 為什麼我要這樣說 因為我一定要這樣說 他才肯說下一步給我聽 無論他生氣還是不生氣 我要知道下一步information 他沒有担務性 我要怎麼知道 他下一步information 我就是逼他罵我 其實簡單來說 我就是漏 其實簡單來說 我就是漏 辣著他 come on baby flame on flame on 他的火不光光出來 我們真的搞不到 好了 我飛到flame on 我飛到flame on 之後應該是燒藍的衣服 這樣 開始吹風機在你面前 很漂亮 其實我當然沒有單 其實我只買了半年 你真的要駁他罵你的 買了多久 他不會告訴你 但他這樣罵你 一定要他罵你 還有你知道他沒有單 對 又知道他沒有單 又知道他在法國買的 又不知道他在法國去旅行的 期間買的 大概六七月的時候 大家知道 即是減價 可能是減價的時候 買一些豬而此類 所以你一定要駁他罵 如果他不罵你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 可能是12月晚 你應該是留X金田一 是啊 沒有辦法 我告訴你 你對著aggressive的女人 真的沒有辦法 你正在戒自己的血 去拿他的資訊 基本上 沒有辦法 但去到一步 我已經知道 我差不多的資訊 夠了 但我想停止我吹火機 好 好 當他很生氣的時候 叫Steven出來是沒有用的 是沒有意思的 又要喝水 我就跟他說 嗯 那小姐你先坐一會吧 我幫你和經理聊一下 經理就是Steven 是嗎 不是的 是請Steven浸水 對 然後我又來了 Steven我要水 他說 不是馬 我一直在喊咪 喂不是馬 我說先 我撲飾了一點點 我說先 最辛苦的 我都要熬了 他說 喂 大哥我不想 這件事 沒有人想的 好笑 他一聽到 Steven 我想下水 他說 他其實在我附近 喂不是馬 又是我 你是誰 他都知道你的蟹是甚麼 他看到了 然後我就說 他想走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說兩句就可以了 我說你不用什麼的 我說你舒緩一下他 哇 他很大火氣 二十多歲 對你這些應該是沒有還擊智力的 他說 你猜猜猜 其實我也很慘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我都很慘 我被他噴完火之後 我下去還要被Steven咀我東西 大哥 他肯定 因為Steven會不開心 其實 因為Steven被人噴完 我又要跟他心理輔導 我就走下去 又要給經理噴一輪 當然要跟經理噴 其實他就是這樣 現在就這樣 然後再這樣 不可以這樣 然後有機率說 那怎樣 他機率很輕的問回你 對 我就跟他說 不如讓師傅先看 他明知精明不了 不要管 先牽著 你這個位置先牽著 你到他下了一輪火的時候 或者他老公賠一條給他 你認識一條蟹嗎 再買一條 我不是不知道 是嗎 是嗎 隨便 或是把鑽石給他 所以我跟他拖著 這次 我就跟Steven說 你只是走下去跟他說一句話 你跟他說 我很明白 你失去了一條金門的感受 哇 這句話我不能說 是你能說的 然後馬上走出去 是心靈的水 不是有個心情的眼神 不是 我就跟他說 我說你什麼都不用說 因為我鋪平了一塊蟹蟹 我說你只是放水 要撫摸那條蟹蟹 要 你只是摸摸那條蟹蟹 我明白 你沒有爛到那條蟹蟹的感受 哇 又走開 又走開 然後就走開 我也是叫我同事幫你 這樣 搞定 但如果他撩你說的話 你照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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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媽媽你了 我經常聽到好像現在這樣爆米 我說 你現在想死啊 然後我就說 對不起 哈哈哈哈 媽媽你了 然後我就走下去 媽媽你玩我 然後走下去去找你 然後我每個人就聽到他喊咪 聽到Steven喊咪 嘩你的客人OK了 然後走開 真的有聊天嗎 有說了一會 他說他老公和他吵架的過程 然後我問他有沒有拉扯 因為我感覺到他們應該有扯 不知道怎樣扯 應該她老公 誰扯誰 應該兩個扯大纜 應該兩個扯大纜 然後就拿一條高霞子扯大纜 你真有富貴的行為 我其實只是用泥龍星扯大纜 其實我也是用牙繩 我感覺到很高級的你 然後呢 她倆用霞子扯大纜 最終她老公發現不行就剪布 你拉得多布就不行 然後呢 她上來又告訴我 其實那個女士有什麼不開心 最終那個女士 是放下了給我們 最終那個女士都沒有弄 她是之後真的不好意思不行 我過了一個星期多 我就覺得不好意思 師傅真的不行 然後就certify了 其實是不是真的剪得很爛 其實那個位置都頗爛 她也是一個剪布的行為 那條褲子其實都剪了一半 就是她是一個兩段的行為 那還沒去到兩段 你還有一點的 你始終一定要剪下去一下 你剪下去一下 就是你剪下去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但真的傷害 其實我是來題 其實我想說一些Bitchy的行為 然後 我們剛才有說少少Steven 這個案子就是告訴大家 不是針水Steven 其實這個案子就是說些什麼 就是如果你的男同事 其實真的有滋滑劑的存在 真的 因為你有另一個 為什麼這樣呢 這個是有少少 讓客戶清了心理關口 因為他走不了 你明白嗎 通常如果你的人 譬如可能遇到事情的時候 你走開一點點會舒服一點 但你走開不了 我就唯有轉過人 你轉過人 好像轉了場景 可能你轉過女人的時候 她覺得場景沒有什麼分別 你沒有理由 除非你真的有個患者 我轉個王妃出來 不能說 但不是 你很難很患者 轉到另一個很不同的人 所以唯有轉性別 轉性別是有個好處 加上如果她少少會繞一下 即你知道Retail 她會跟她繞一下場面 其實是比較理想的 的確 對很多事情都很理想 而且你知道 在Retail的經理 通常都是女人 高大八成 高大八成 對 我們也聽到 在行內也聽到很多 可以借到上位 很多時候有 真的 男士 我十... 這樣說起來好像很壞 但十居其九的確是這樣上位 好了 我說了出來 十居其九都是這樣上位 十居其九是十居其九 十居其九 十居其九 十居其九都是靠女人上位 有 我也是說高大八成 即是 either是客 或者甚至是經理 是 只要是女人 她在太多都靠 男人都可以 我說真的 世思恐激 OK喔 男人都可以 男人都可以 其實可以 高手 所以是不是很鼓勵男性入行 如果你身高 身高一百零以上 嘩 一百零以上 一百零以上 通殺 一百零真的很好 一百零真的很好 一百零不是很高 等一下 我想說 一百零跟顏值是無關的 我想說 他整間有三個一百零 可能沒有顏值 我的朋友 本身我是從小學可以認識他 他去了外地讀書之後 他變成一個一百八十三cm的男性 真的大了 男士高他真的很重要 我想說 一百八十不是我追求 不是你特別好追求 但是 我真的覺得 你至少要高過大部分的女生 一七幾 一七幾是很重要的 不是要有新高盛的嗎 最盛新高盛要22cm 朋友 最盛要22cm 那就差不多了 一米八 現在的女生都是 一米五五左右 香港平均 那就有新高盛 我是一六零 一六零 就說一些必遲 我試過很多次 之前我也有說過 例如經理走樓梯下來 看著經理跟經理說 不知道你那一集有沒有聽 總之就是 我有一個同事 正在上位 正在上位 還沒正式上位 有一次我們有樓梯的 以前幾層 即是上次 即是上次 然後經理就 即是那些行政衣服 就下來了 那些行政衣服 大約是40歲頭 沒有很可愛的 但是 即是有三十多歲的選者 穿著裙子 就走下來 普通的行政衣服 突然間我們的 你很漂亮 沒有那麼直接的 這些就是懂得玩 其實那位男士是奇馬不揚的 突然看著那些行政衣服 那些行政衣服就問他 沒有什麼 他就說 你知道他講一句什麼 漂亮的東西當然想多看兩眼 我一陣在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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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陣在後面就心想 對不起 我明白為什麼我升不到 OK You win 你不覺得我們兩個 那個發言比較直 You win That's my fuck man 但是他已經升了 他還沒的 但是很肯定 當年是升得比較快的 也是因為 所以我升職 我很怕遇上一個男性對手 我輸了 看那一下 你聽到那一下 不會本來想 折一聲笑出來 有想 其實我心裏有無數個 我聽到那一下 就會好像聽到捉金糕後的反應 哈哈哈哈哈哈 我當時都是 你都說得出 說得出 是整個科人的人都看著 想玩 這個也是等同你在電視 電到捉金糕後的 你真的懂得玩 懂得玩 我有試過 有一次 我們OT 我和你一個同事 OT 男同事 我們的經理就不知坐在裡面 經理都OT 其實你OT 其實你的經理都OT 在retail行內 不知道數不齊數 我們兩個正在做 整整一下 突然間 明明是很沉默的 我們兩個正在做 然後突然間 另一個男同事 又對著經理說 經理吃了東西沒有 你會不會很累 可以起床去廁所逛逛 搞什麼 所以 其實我都很累 然後我真的忍不住 我立即跟她說 其實我都很累 好想去廁所逛逛 然後我經理在裡面笑 瘋了 馬上沒有東西吃 但是你不要管 她是受的 我知道經理是受的 不過我那一刻忍不住要串她 我忍不住 起碼你在那一刻串了 你那一刻已經化解了她一半的攻擊 你明白嗎 我都很累 其實我和你兩個一起 在那裡 傻傻傻地在做 我還要丟得多過你 在那裡喪嘟喪嘟喪嘟 你看看你 在那裡 在那裡 無理啦 差點到一大半 你跟我去 你剛才無理啦 他走過去跟我的經理說 你可以去喝水 吃東西去廁所走一走 我都想去廁所走一走 站一站好嗎 完全是很引起她 然後我就收 其實你說是否很傷大壓 不是 但是我告訴你 很多女經理接受這件事 你會接她 那些什麼吃飯 會跟你拿一下餐具 那些 我覺得這些是禮貌 很勉強 你去吃菜 那些 我告訴你 最重要就是 叫外賣的時候 記得經理要什麼 你要個叉雞飯 要熱奶茶 還要記得特殊要求 你這個熱奶茶 還要不要給你糖 對 幫我經理去試制服的時候 問你肥不肥的時候 哎呀你怎麼會肥 還差很遠 或許第一句就是 先拿上飯盒給她 對 放在她面前 那些 我心想 我的眼睛每次都反到大西洋 我真的每次都反到大西洋 但你沒有來 每次反到大西洋 她都是逐步逐步地向她的台階上 你說這些人做事行不行 算我直言 她花太多功夫在身上 有點太累 但沒辦法 香港社會是這樣形成的 回到女性的客人身上 回到客人身上 她不會的 回到女性的客人身上 回到女性的客人身上 我再告訴你 我有個同事 以前是 剛巧她早上升我一點 她那天升的時候 她是男士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總之 頂著我上面那天是男士 她不高 但是 你這麼聰明知道我問誰 我當然知道是誰 總之她那天很好笑 沒什麼客人 我在她旁邊真的正在做生意 我整天都在做生意 因為我是有客人通訊 通訊 通訊到來 我以前的同事經常說 我好像開水貨店 我通訊出 打電話 那天以前我真的會很勤力 真的每個星期發照給客人 即發他要的東西給他 直接都下定 我星期四 譬如他上課之前 我貼了紙 即是我要了 我試過不舒服 星期四 星期六日不舒服 放了兩天 我那六天兩天 我可以這樣兩天買了十個袋 因為我遙控客人去買 還可以確定客人幾點去買 我告訴你 那小袋子 但是客人都會說我是Alice 是啊 我保持給他 我遙控了 星期五其實我貼好自己 我只要等客人來 我坐著 這個袋子是叫什麼名字的 那他進來就知道 是啊 他就是進來 說Alice保持給我 接著他就趕自己的電話號碼 我就給他 那我的人在這裡的意義 就是看他再不買 買不買其他東西 譬如我真的病了 我不舒服 就任由他買那個位置 就任由他買 就任由他買一隻袋子 我下星期再發東西給他 即我是這樣做 即當時是這樣做生意 即做到幾年 已經是這樣做生意 但他就不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比我更長 其實 但他就 不是說什麼 即他那些客人就 下下去 但他的客人很黏 即是很忠心 他那些客人 不可以這麼說 我那些客人是 才氣比較多 純粹 我是土豪的朋友 直接一點 直接一點 都是土豪的朋友 他都是陳思靈的朋友 又不是 有些女人不是 都真的有些 是 那些女人沒什麼做 有錢 只是有錢 夠了還要什麼 有些有Style 有些真的有Style 你真的追Style 你幫他立即要搶個最美的 即搶個第一個回來 真的有的 但他那些客人就周不時 即是要去哄 又是要什麼 我經常都說 我經常指著他 我經常說 你真是現眼部 你個人 我真的這樣跟他說 你看看你平時都是這樣做 所以你看看你 你惹什麼客人回來 我說真的 我說你問我 我到現在相信 你是什麼人就會惹什麼客人回來 是啊 我很直接 我只是問你要什麼 我們上集講的理論 前集 前集講的理論 是啊 你真的 什麼Style 吸什麼客人 你看看你怎麼做 你上次講的那個 買啦 隨便 是啊 是啊 很厲害 我的同事真的很厲害 買吧 你給我一張卡 蛤 他的closing就是這樣 我們所謂closing 就是你要close the due 譬如說 薯仔 薯仔 薯仔在你前面 已經有兩個白色或紅色的袋 不過我覺得 我推薦你要一個紅色 這樣就叫close the due 那你在那裡 struggle 但白色是耳髒 下次再買白色 你是這樣的 對 你就是close the due 我的同事 close the due的方法就是 給錢 兩個買了給我 給卡我先 他幾個女人在聊天 給了卡我先 這樣都行 他是close the due close了 給單簽名 連conversation都close了 沒有conversation close了 我覺得其實是 姊妹繼續聊 對 繼續簽單 沒事的 那件事是沒事的 小姐你包好了 所以其實男人落落 她那個beachy的行為 都是利用女人的照片 包括言語 去哄 可能是去做多一點點 但剛才那個真的很恐怖 我覺得 剛才那個 那個經理走下來 他是成功的 你不要管 總之你不要沉船就可以了 誰沉誰 我真的聽過沉船 怎樣沉船 沉船就是 你自己都喜歡了 沒得說的 總之你不要沉船 有時候你可能會做得超過了 做得超過了 要是那個經理沉船 要是你沉船 沉船就是我們 也會回到前幾集的那些 簡直是真的 靠關係上位 是啊 你沉船就有一個代價 你人生的代價 但如果 有些人純粹想上 他不是想要那個代價 他不是想付出那麼多東西 你不就是言語上 那些 不過可能會比較辛苦 說多兩句 說多兩句 還要踩一下同事 斬著Alice那天 跟誰聊天 他說呢 其實你不靈 其實Alice 她 真的很差 我都被她罵過 我真的聽過 你啊 是啊 那她說而已 誰知什麼 雖然我本人都 我感覺到 我也承認 但我們下一節先說 究竟我怎樣 化解這個危機 其實我從來都沒有化解 直接飆了 我直接 咬下去 好 下一節回來再說 好